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山 光正的方 中国的中 大山的山 知不知道 你养了一个什么儿子 你家儿子思远跟我女儿耍流氓 你知不知道 你是佳佳的爸爸吧 您肯定是误会了 思远还是个孩子 她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 你这鸭子死了嘴还硬是不是 明天我就拿着证据找你们领导去 让你们领导和同志都看一看 看看你是怎么教育你这宝贝儿子的 真是 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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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聋了 喊你都听不见 你吃炸药了 你踩地雷了 说曹操 曹操也到了 你们家人是不是潮汐妇女 这家常便饭 我们全家老小 省吃俭用 好不容易攒点钱 给姑娘买个手机 你可倒好 从早到晚不停地发信息打电话 饶得我们全家是不得安宁的 那手机不就是用来打电话发信息的吗 你发的是什么信息 那是耍流氓的淫秽信息 看了都省眼睛 我给你念你这信息啊 国家工商总局 查出了我想送给你的礼物 男士内裤鸟巢 女士内裤水利芳 还有个广告词 同一个梦想 同一个地方 这这 我实在是念不下去了 这太恶心了 回去以后 我把她的手机没收了 以后 她不会再给家家发信息了 行吗 同位 我告诉你 你们必须得给我立个字句 以后不再跟我姑娘 有任何往来 你看还立什么字句啊 这点诚信我们还是有的 啥 诚信 现在的人还有诚信吗 不行 必须给我立字句 行 那就立个字句 不过老方 我想跟你说一句话 我们家思远 绝对不像你说的是那种坏孩子 来吧 找纸笔 我立字句 爸 闭嘴 有你这么当老爸的吗 简直就弱爆了 什么呀 这是 让 让你道歉你就道歉 让你立字句你就立字句 那我说 我告诉你 咱这穿鞋呢呀 咱这穿鞋呢呀 就不能跟光脚的一般见识 你爸是谁呀 他是单位领导啊 他爸是个登三轮的 档次能一样吗 你看他佳佳 缩在沙发里呢 多可怜哪 他爸肯定诱导他了 所以啊 你知道这种情况 以后你就离他远点 听见没有 对了 对了 手机 没收了 我不 这是我妈给我买的 我平时都给你呀 对了 你妈走的时候跟你说什么的吗 没说什么呀 我连她见都没见着 对 那个我妈说 过几天给我买一平板电脑呢 她这么说的 嗯 嗯 哎呀 我的思源啊 你说你也是十五岁的 马上就要考高中了 哎 你就把那玩儿的心思 你多少往学习上用一用 好不好 你看看 哎 你看看我们单位你大强叔那儿子 人家不管走到哪儿 都拿本书再看 考大学的时候 到底考了一个北京的大学 你程阳阿姨那儿子 在小学六年级 人家参加奥数比赛 拿全市第一 全市第一啊 炫 炫用什么呀 哎 你没听人说吗 全国奥数比赛第一名呀 那光荣返向 省长大人亲自接见 让那个发表什么什么那个感想 你猜人怎么说的 人 人家说 我再也不想学数学了 别给自己找理由了 哎 你从小到大 你拿过第一吗 啊 你拿过第一吗 哎 又来了 唠叨唠叨 哎 不说话能憋死你啊 我是不是憋死 我告诉你啊 这白纸黑字写着呢 你要是再敢跟个混蛋往来 我就打了你的腿 哎 哎 干嘛呀 进来门都不敲 哪那么多规矩啊 我出去一下啊 这么晚呢 我有急事 抓紧写作业 写完了睡觉啊 嗯 那个对了爸 那个 得签个字 那陈奕丹出来了没有 你说话呀你 这孩子你这 爸 你别管 四十八分 你够行的 又是一个不及格 一看您这分数 你就没作弊呀 哦 不是没作弊 是作弊为商工 欠揍你就 你要敢揍我 我妈不会放过你的 问世间情为何物 是一物相优呀 别做空 一个女孩子家家的 每天不学好 整天跟这些混混混混 你不丢脸我还嫌丢脸呢 我们辛辛苦苦的 给你正嫌供你上学 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的 是不是希望成为 将来这样爸爸没出息的人 说 咱们都许 早知道要生下 你这么个没出息的东西 早就让你 厌死算了 屠死你 真是让我们家丢性的脸 你不要脸 我们做家表白还真要脸呢 佳佳 明天天气预报 说要变天 穿长袖衣服 好 来 来 来 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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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早上 你掉厕所了 快点吃饭 快点吧 要迟到了 就到学校去拉 爸 你也太不了解我了 打幼儿园开始 我就没在学校拉过屎 为什么 肥水不留外人田呗 想睡了 快快快 来 吃 爸 爸 啊 你过去养过猪吧 我喂过马呀 马见你这四六也吃不笑呀 怎么蛋啊 爸 你一会儿给 对了爸 那个早点不吃了 学校今天又提醒 来不及了 迟到了 我赶紧走了啊 我说你这孩子你 你多少吃一口呗 不了 走了啊 你看你要不吃你 你早说呀你这 这一大早上这忙活你 好 你的电话这次真没戏了 嗯 这次是彻底被我老爸没收了 以后恐怕很难再要这款通信工具 上有政策咱就下有对策 没收就没收呗 咱们以后呀用灯语 灯语 对呀 灯语呀 是一种汉语言平行通讯工具 通常用于那个 航海啦 陆路啦 这一类的通讯 想不想学呀 当然想啦 一会儿呀 我教你 好 好 休克了 林燕在这儿吗 林燕 喂 林燕 诚伯 这大半夜的 跑一个单身女人家里面 大喊大叫 不太合适吧 她走了 她走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是她闺蜜呀 你们俩整天跟高耀似的贴在一块 她走了去哪儿了你能不知道 要知道你这逻辑 你天天还跟她睡一张床上呢 她走了怎么不告诉你一声呢 我整天忙的都成什么了 我哪有时间跟她聊天啊 就是啊 林现在是大忙人 你们所长要退休了 你现在希望是最大的 你得争取啊 听这口气就是林燕跟你说的是吧 没错 是她跟我说的 不是 那我错了吗 我整天累死累活的我图什么呀 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 为了能让她过上舒服的日子吗 这怎么都不知道领情呢 算了吧陈薇 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私心吧 陈薇 我不怕你不高兴 你这个人呢 现在虚伪的 都不会说真话了 连思远都不如 能不能说点真心话呀你 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你永远在给自己找借口找台阶 你说你忙 你忙林燕就应该被忽略 这个家就应该被忽略 要支持你的工作 我发现她嫁给你怎么那么倒霉啊 不是我 行行行行行 我也不是来跟你矫情的 你就告诉我她在哪儿吧 不知道 是她让你瞒着我是吧 我知道 她肯定跟你说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 是你鼓动她离家出走 对吗 你什么意思啊 我给别人的印象很恶毒吗 你讲义气购朋友这我不管 如果你一直瞒着我 你就是在拆散我们 你呀 有病 我是有病 我病得还不轻呢 要不我能让人蒙成这样 你说一块生活了快二十年了 那牙和舌头 还有打架的时候呢 何况夫妻呀 行 就算我做得不好 不周到 也不至于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吧 我说那拿家当什么了 旅馆哪 那旅馆退房 还得办个退房手续呢吗 这就这样 说走就走了 撇下我撇下儿子 这叫什么事啊 你永远都不会再检讨自己 那一个巴掌能拍响吗 你怎么不想想你自己的毛病 我没做错什么 我找什么原因啊 作为一个男人 你给过林业什么 你陪他逛过街吗 旅游过吗 你们最后一次吃晚饭是什么时候 你们婚后 说过的情话超过一个小时吗 他就因为这个聊也离开我 我不知道 也许吧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 虽然是我跟林业是好朋友 虽然您是事业有成的大领导 可是我对您一点好印象都没有 您让我最好的好朋友不快乐 他每次见到我的时候都跟怨妇一样 我心里很难受你知道吗 他能走今天这一步 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他毕竟是思远的妈妈 这个家还需要他 到现在为止 我没听您说过 一句您需要林业 再见 太晚了我要休息了 如果他要是给你打电话 麻烦你告诉我一事 行吗 但愿吧 老田吗 我想问一下 林业最近给你打个电话吗 没有啊 打扰你啊 好 再见 呦 成长 日理万机啊 这和你见一面还得提前预约 这是哪儿的话 我 我刚才接了几个电话 哦 坐吧 不坐了 您 您说吧 我还有事呢 让你坐你就坐了 我要好好和你谈谈 坐坐坐 小程啊 嗯 你最近怎么了 嗯 没 没怎么 挺好的 没事就好啊 再有几个月 我就要退下来了 你是我最看好的接班人的 昨天 我还在领导面前 极力推荐你啊 她到底能去哪儿呢 难道她有人了 万一她真的不回来怎么办 啊 上次考试 全年金十五个班拿第一 这次你们知道多少吗 第五 你们还让不让我活 有一个人啊 一个人就纳下三十多份 创造这位奇迹的是谁呢 就是她 思源 思源 起来 老师叫你呢 思源 起床啊 老师可叫你呢 老师叫你呢 到 陈思源 做梦的时候已经去清华上课了吧 去哪儿啊 我向清华报到请 我坐下吧你 你真是为爷爷啊你啊 不客气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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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你们两个 下课后陪陈思源 到操场上给我跳下 我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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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停 继续跳 继续跳 我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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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跳了 我 我三个我不跳了 都渴了吧 我的九熊呀 你渴算来了呀 你来干嘛呀 不上课了 嫌你呀 说来上厕所 笨猪 你们几个 现在跟我四个人一起跳 这事跟佳姐没关系 什么没关系 跳 我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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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你今天 就让老师在操场上罚蹦了 是不是 你怎么天天跟你帮小兔仔 混在一起 这个女孩怎么这么不要脸 你不要脸 我们做家长的还要脸呢 别来 我只能 tum 别吻 放开我 你家的兔崽子呢 老方老方 你干嘛 你认识一步 你们家那个兔崽子领了好几个人 就把我给打了 不是他们几个小孩 怎么会把你给打了呢 那我哪知道呢 他为什么要打你啊 这你问我呢 那我告诉你 是因为你经常打你闺女 他们是同学实在看不下去了 所以才打你 我对他们这种行为表示赞赏和赞同 如果你再打你闺女 我也可以打你 就你这个小样 好啊 走 走 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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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样 就你想跟我拼你 我这是要干啥你 我告诉你 你敢动我们家四园 我宰着你 你干什么又打孩子你 他勾引对面的小混混打我 将来还不把我杀了 佳佳 这是真的 妈 我真的不遇到 再说不遇到 你疯了你 站住 你站好了 为什么要打佳佳她爸爸 我主持正义 正义个屁 马上要中考了 不好好复习功课 弄那些狗扯羊皮的事干嘛 那我不能看着我同学被欺负吧 你跟佳佳就是同学关系吗 你们俩是不是好了 在你们眼里 我和女孩在一起 就是你们想的那样是吧 我帮她就是喜欢她是吧 我们在一起只是贪心说话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不管你不管你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不用你管 让我妈回来 你妈不回来 你说什么 我妈怎么了 我妈为什么回不来了 你说呀 我妈是不是出事了 你在骗我 你每天让我安心学习学习 你是让我能安心学习吗 你把我妈找回来呀 要不然我现在就走 我找我妈去 你还好吗 你回答我呀 呗 四元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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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佳佳呢 估计又让他发达了 上课 您是黄老师吗 您是 我是张晏夫妻 我就 方总是 佳佳今天病了 我得请个假 佳佳病了 打了 他胡说 方佳佳被他打坏了 不能来上学了 太残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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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几个小子 都要他半位暴打了一顿 王老师 你得给我作数啊 他们为什么打你 是啊 他们为什么打我呢 方先生 你打孩子 在我们学校都出了名了 你 我告诉你啊 打孩子犯罚 你要在哪儿 方家家一次 我就代表学校起诉你 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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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知道 家里的小孩不学好 跟他们鬼混在一起 我打他 也是为他将来好嘛 你是内太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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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听你们下去 你是内太狂 方先生 请你出去 我现在在上课 滚出去 快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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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 快走 请问 您是 程薇先生吗 我姓张 这是我的名片 林业的律师 我的当事人 逆定了一份离婚协议 你看看吧 如果没有什么疑意的话 签个字就可以了 他人在哪儿 这什么意思啊 我必须得见到他本人啊 要不这协议我不能签 不好意思 我不能把我当事人的隐私 透露给你 为了安全 他也不想被打扰 什么 隐私 安全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他老公 我是他合法的丈夫 对不起啊 我去趟洗手间 你先别 嗯 嗯 冷静点儿 冷静点儿 跟个律师叫什么劲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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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律师 你了解你眼前那个离婚案子吗 我只能按照我当事人的要求 履行我的义务 我和林也结婚快二十年了 我们有一个十五岁大的儿子 我们互相恩爱 现在 现在在我毫不知情 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就提出来离婚 你说这 这假如是你妻子 跟你提出来 你怎么办 这个 不是我要考虑的问题 不不不 你就回答我 他跟你提出来了 你怎么办 这 张律师 算我求你 你告诉我林业在哪儿 你必须让我见到他 就算为了我儿子 你想啊 我儿子如果知道我跟他妈妈离婚了 对他的打击是很大的 他现在正处在叛逆期 敏感时期 我不想杀害孩子 我 我更不想伤害林业 所以 你就更应该马上在离婚协议上签字了 否则超过时间 法院会把船票送到你们家 孩子自然就会知道 还要上法院 你自己想想吧 为什么这样啊 我总得知道为什么吗 怎么了 我这当事人说 他已经不爱你了 他爱上了别的男人 他要和另一个人 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程先生 都到这份上了 你还维持这段婚姻 有什么意义啊 用句通俗的话说 你的妻子是 红杏出墙 你已经戴上绿帽子了 这话有点难听 不过 有的歌词不是唱得很好吗 有一种爱 叫做放手 就算你不跟他离婚 你们不也是同床一梦吗 你们不也是同床一梦吗 哦 那我 那 那得 你 成全他了 那 你 你转告他啊 结婚的时候呢 给我发个请柬 我带着他儿子 去参加他婚礼 好了 程先生 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 我就告辞了 你一定把我的话带到 你说我祝福他 先生您好 这里是公共场所 请您保持安静点 谢谢 怎么 不能说话啊 你这是监狱吗 就是监狱也得允许人 大声说话呀 是吧 强倒众人推是吧 我不是好欺负他 别以为我是软柿子 您哪是软柿子 您太硬了 你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我就大声说话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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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把 幸福的爱扬 突然一切都一幕见了 我的心好累 爱让人太伤美 你怎么傻得我在午夜里枯萎 感情在时也比不上它的美 所以你一去就投也不回 我的心好累 像自由的去飞 放手只为了给你快乐的滋味 一滴一滴眼泪 一杯一杯 表演一个导人蜜合法 一心一 三心二一 我妈为什么总关机 来 眼砸了眼砸了 爸 你以前肯定是养猪的 没有 我养过马 那马吃东西也不像您这样 你啥意思 没意思 你说我像猪啊 没有 怎么你妈瞧不起我 你也瞧不起我 我问你 你说 你说 男人应该什么样 你说 就您这样 喝得跟烂泥似的 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这典型是你妈的口气 我最烦这种口气 我妈为什么总关机 我告诉你啊 男人 必须得有自己的事 得有成就 要不他就是个失败的男人 啥也不是 是 你爸我 为什么 天天地努力工作 为什么 是 要想有成就 就得有付出 这付出啊 也就意味着 你必须要失去一些东西 但是 叶德芬这失去啊 值不值得 儿子 记住了啊 别轻易地相信任何人 别把自己的心 一股脑都掏出来 交给别人 你会受伤的 我妈到底在哪儿 你管好你自己就得了 别推我啊 别推我啊 推我啊 能走 来 别推我 我 我来 我来 完几人了 你给我过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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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撞着人了不是她道歉是吧 我不是故意的 你站着回来 思源 你等会儿啊 撞到我了就要给我道歉知不知道 听到没有 思源下来 我不是故意的 你放开我 你不就是陈思源的女朋友吗 你再不放开我 这样呢 跟我走 姐发回来 去哪儿 来来来 过来走 放就倒 哥们儿都是同学 走开过 陈思源 你妈生你的是把胆割肚子里忘拿了是吧 陈思源 跪下道歉我就让她过 你妈 放开她过 放开她 别开除啊 汪老师 别开除啊 你看那 那思源就是个十五岁的孩子 要是把她开除了她怎么办啊 是不是 咱学校是以教育人为主的 那 那犯错误 也得给改正的机会啊 再说了 这思源就是犯错的不是犯法 别开除 别开除 给个机会 行吗 程先生 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这是我们校长还有教导师主任 大家开过会做的决定 是吧 程叔叔 思源没事吧 你们三个 我进来 你 还烦什么了吗 这 怎么 厕所堵了 呦 校长来了 思源 思源 拿着 拿着 来 我去看看 你干 干嘛呀 拿着 我去看看 思源 你给我闻闻 还有臭味吗 我一点都闻不出来了 闻闻 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宁愿打我骂我 你为什么要打架呀 他骂我妈 我 我问你 你们老师 喜欢什么 干嘛呀 给老师买点东西 把这事摆平呗 没注意 你 你能不能忍真点 你能不能 你别这样满不在乎他 告诉你 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 老师平时喜欢什么都不知道 弟晴 我说你这孩子你 您是四眼同学的父亲吧 对 您好 这是我们校长 校长您好 您好 别握了别握了您好您好 百年不遇的事让您赶上了 受累了谢谢您了 没有没有这举手之劳 校长 思远这孩子给您添麻烦了 我们商量了 再给思远最后一次机会 哎呀 这 愣着干什么 快谢谢校长啊 谢谢校长 谢谢校长 谢谢谢谢 我爸妈离婚了 我妈什么都没跟我说 就走了 哎呀思远呢我跟你说 从今天开始啊 你这就是俩爸 俩妈 我妈 加下来什么概念 这是四分零花钱 这一日子过的呀 割几个以后啊 全得靠你耶我跟你说 我知道 现在离婚率高 爸妈离婚也算不了什么 可这事真落到我的头上 我真的接受不了 我不能看到我这家 就这样没了吧 我爸妈离了婚了 把我判给了我爸 这没过几天 我爸就又给我找了一后妈 这后妈又生了个儿子 我就只能跟我爷爷奶奶过了 思远 那你爸妈要是离婚了 你真得考虑一下跟谁 我觉得你爸不错 为了不让你被学校开除 用手续通下水道 哪像我爸 只想让我学习 只要学不死 就得往死里学呀 我爸 昨天晚上 我在网上看到一段话 让我特别地羡慕 好在我爸没有什么志向 可以有足够的时间 陪伴我的童年 好在我爸没有什么钱 可以让我知道 他对我有多大反驳 好在我爸没有什么成就 可以让我想有成就 就倍感自豪 好在我爸没有什么诠释 可以让我不必受 阿谀奉承的污染 我爸好像什么都没有 除了当爸的样子 他们都回家了 你还跟着我干吗呀 求你了 让我自己待会儿行吗 我不想回家 我爸要知道我被禁了过 肯定又会打我 对不起 笨珠 都是因为我 你怎么又叫我笨珠了 我才不笨呢 你忘了你自己说的 我看你在说 你自己说的为什么打我呀 我看你在说 再来 再来再来 不理你了 我啊 你怎么打我 你为什么要打我了 你上一次 你怎么点火 你怎么打我 你怎么打你 一定有一片绿色的海洋 金色的小花 满满清香 盛情的牛羊在吃草 天上还有音在翱翔 绽放就像是一朵朵白莲花 还有温柔的码头琴声 那里充满了宁静 祥和 自由 平等 没有争吵 没有暴力 人与自然完全地融合在一起 我也想去哪 我们来了 你真的决定跟我去铁轨的镜头了吗 你怀疑我吗 你不后悔 我的人生额言是 前三十年不怕 后三十年不悔 什么呀 你还没骑老八十呢 那明天还是这个时间 我们就在今天铁路旁的那个亭子里等 好吗 那我们先回家吧 我们回去收拾行李 准备一些必备的衣服跟钱 太好了思源 一想到我们一起寻找那片绿色的海洋和梦想 我就恨不得飞到天边去 回来了 哎 看看桌上 我给你买一大iPad 新款的 以前你妈不说给你买吗 现在爸想给你买了 那我是不是得谢谢您啊 好 妈 这鸭子买什么呀 这么多东西啊 全是好吃的 你这是抽什么疯呢 今天晚上就让女儿给你做几个好菜 你啊 就先歇着吧 来 你 你要做菜啊 让女儿好好孝敬孝敬你 好 来 思源 我要出差一周时间 今天我到超市采购了 你看 各种小吃全给你备齐了啊 这些都是以前我妈不让我吃的垃圾食品 偶尔吃一下又死不了人 对了 我出去这一周的时间 把自己照顾好 还有 我必须得认真地跟你谈一下 学校决定不开除你了 得好好表现 听见没有 我们同事家的孩子 还没有一个是被学校开除的 你不要做第一个 要不你老爸的脸没地方放 人家的孩子又是人家的孩子 我打小就有个素纪叫人家的孩子 这人谁呀 九门功课同步学 爸妈再也不用担心你都学习了 这什么呀 这叫学习机 这人还能考清华北大 活时硕士做成为圣斗士 这人不看漫画 不玩游戏 只会学习做饭做家务 这人情迹说话样样精通 甚至刀钳剑剑副业勾差 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谈成功 可惜了 你儿子我不是这样人 你儿子我从出生到现在起 就只会吃荷拉扫 长了十五年基本没有变 我只想成为一个失败者 我终于知道你妈妈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啊 都是因为她的宝贝儿子 整天惹是生非调皮捣蛋 你妈妈讨厌你了所以才走 你胡说 我妈是因为你才走 你根本就不爱我 我妈才走几天呀 结婚照你都摘下来了 干嘛呀 这么着急给我找后妈呀 别胡说 你妈就是因为你 因为你 你不叫嘴 打打 你要能把我妈打回来就打 老婆子 你这又是买的什么 给佳佳买的豆沙包 这眼脸儿竟然是怎么了 怎么了这是 怎么买了这么大条鱼啊 我跟你说啊 这些菜可都是佳佳做的 佳佳有犯错了 爸 你放心吧 从今以后 我再也不会犯错误了 好 这才像爸爸的女儿 爸 妈 女儿敬儿老一杯 猪儿老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咱们平时过生日 都没这么高兴嘛 只要心情好 天天都是生日啊 世人说话就是不一样 好 好 干了 爸 爸 妈 女儿没赚过钱 今天 算是借花谢佛了 啥赚不赚钱的 只要心情好 老爸 还得喝 来 怎么着 还真缺食啊 来 吃饭 爸 给我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 要那么多钱干嘛 你也得走一个礼拜 没给我收费啊 行 你整天忙着挣钱 家都忙没了 一千块钱都舍不得了 真心情 那行 你得给我打一个清单 说明白这一千块钱都干嘛用 干嘛用是我的权利 凭什么告诉你啊 那给不给也是我的权利 还行 吴雨 吴雨 买个蛋糕干嘛不吃呀 这这这这不打折呢嘛 便宜 你 你打开吃啊 蛋糕有营养 给我妈摆脱啊 行 还记着我妈生日 有人陪你妈过生日了现在 我妈有人了 跟别人好了 所以才跟你离婚 我要是我妈 也跟你离婚 你跟我妈过了将近二十年 最后连个给她过生日的权利都爱 哎 我要是你 我就跟那男人PK去 你当初那么爱我吗 怎么就这么放手了 你怎么知道我放手 我没找到她 你还是没用心去找 我妈就在这地球上 你要用心找 肯定能找着 来了 来 儿子 你怎么瘦成这样了 你瘦瘦 快快快快 坐着 来 吃水果 我说程文 你要是没时间照顾孩子的话呢 你就请阿姨照顾她 你看孩子瘦的 阿姨 阿姨 我们是来找我妈的 乖儿子 阿姨告诉你 你妈真没在我这儿 您是我妈最好的朋友 我妈不可能没跟您联系过 这样好不好 但凡你妈要给我打电话 我马上告诉你好不好 明镜你就这样替她瞒也去有意思吗 你这是破坏我们家庭的幸福 我说程文 你什么意思啊 我没说你呢 你反而说我 你配当老公吗 你配当爸爸吗 阿姨 阿姨 我求您了 告诉我我妈在哪儿 思雨 站起 咱们走 我改主意了 干部培训班我不去了 咱们俩一起去找你妈 你想好了吗 思雨 我跟你讲 我妈 以后不允许你在任何人面前下跪 明白吗 怎么找我妈 张律师 我要睡了 晚安 我也要睡了 晚安 祝你做个好梦 我等你 我想有个家 好 背景 我 你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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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你加油啊 优优独播剧场 老爸 你以前当侦察兵的吧 喂马的 小心眼儿 爹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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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姓程 我们见过面 我想找您说点事 我现在啊 我现在就在你们家门口呢 你怎么来了 你家真好啊 你好 你好 张开的吗 打扰你啊 程先生 现在不是工作时间 有事儿吗 要不咱们到手里去说 阿姨 我想洗个手 这边 这边 这孩子你干的 麻烦你了啊 张医生 坐 我想跟你说点事 就在这说吧 好吧 我给您看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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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请就行 我给您看点东西 我给您看点东西 侵犯个人隐私 你可以靠我 要不我这张照片 给他看看 这 不 别 千万别 千万不要 这画真好啊 红梅爆春 你画她 就算是吧 这有品味啊 喜欢花是吧 张太太 你们家这设计风格太别致了 这都是你设计的 这屡屡屡屡都是我张老的 她那时候特别忙 这嫂夫人一看就贤惠了 多好啊 爸爸 你看他们家这孩子多可爱啊 俩儿子 不 这是邻居的 那是 来来来来 过来 小张小张来 过来让叔叔看看来 哎呀 多好 告诉叔叔 你都会什么 抬拳道 会抬拳道啊 表演一个呗 行 来 就站这儿表演一个 猜猜猜猜猜 猜猜猜猜 快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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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热啊 有点 有点 是 有有点 别忙别忙没事 阿姨不用了 走 走 走 玩去 你说 你到底想干什么吗 我也想和你一样 有个完整的家 你知道林业在哪儿 你必须告诉我 我把林业的地址给你 你把那个 全都给你削掉 马上在我家里消失 你放心吧 我留着也没用 吃鸡哥 你看看 现在给你添麻烦 那那那我不客气了啊 吃了 她太渴了 嗯 狂了 你快说呀 我妈在哪儿啊 着急了 我妈 我妈在杭州 咱连夜开车去 现在 怎么不停地在看电话啊 我在等一个电话 佳佳的 哎 林郑 是我 张敏 哎 你上次委托我的那个朋友啊 那夫子俩来找我来了 我把那个林业的地址 都告诉给他们了 哎呀 我也是没有办法啊 行 你通知林业吧 没有 你 在哪儿啊 对 了 我 你要把那个人吃了 陈伟 你个混蛋 你怎么出来 你还要把你玩拍死了 出来 别动 你干嘛呀 别动 别动 把你玩拍死了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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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啊 昨天 你儿子 要向我的姑娘负责 你儿子 害死了我的姑娘 不不不 老方 你一定搞错 昨天 思远一直跟我在一起 不可能跟家带在一起 搞错了 你看 这是 我姑娘给你儿子写的信 李李全家 要向我的姑娘赴死吧 你知道吗 不然我跟你没完没了 思远 可惜我等着你 你却没能来陪我一起走到铁轨的尽头 相信我 我没落泪 也没有遗憾 我感谢父母给予我的生命与爱 可我让他们失望了 我没能成为他们心目中那个品学兼优的佳佳 我太累了 思远 如果有来生 让我们一起变成鸟儿吧 远离这个无法呼吸的烦满世界 一起飞到遥远的地方 我们俩一直挥动着翅膀 直到不能呼吸 远离 你魂子 你给我捆出来 天天没有 好 儿子 你都一天没吃饭了 爸爸给熬了点粥 吃点饭吧 思远 爸爸现在特别希望你 能像个男人一样 坚强点 来 把粥喝了 淳 医生 孩子到底怎么样了 情况不太好了 因为受到巨大的刺激 他已经慢慢关闭了对外界的感知 孩子已经有了心理上的疾病了 心理疾病 医生 我们现在该怎么做呢 多从心理上辅导他 或者带他出去散散心 尽量不要让他生活在 曾经给他带来 伤痛回忆的环境里 如果能远离这些 让他安静下来 允许他会好起来的 儿子 你必须面对现实 你应该明白 生活中啊 其实有很多事情 是我们无法左右的 你放心吧儿子 有爸爸在 爸爸一直陪着你 永远也不离开 我要去找绿色的海洋 我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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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到草原来 一网马乃就真心最心怀 一条岸哈达青山似大海 草原自古最好好看 欢迎您到草原来 姐 你怎么在这儿啊 谁来了 怎么回来了你啊 你们俩这是 我们要结婚啊 你怎么没听姐说呀 我来发现 你快进来 你怎么突然间回来了 再不过来我就该疯了 我看你啊又犯糊涂 我从来没像现在这么清醒过 我现在特别知道我要什么 我最在乎的人就是思远 我要马上见到他 思远和他爸走了 去哪儿了 思远病了 什么 病了 我们怕你担心没敢告诉你 我们怕你担心没敢告诉你 好 好 都消灭了 心里面 做啊 你冷静点好吗 我能冷静吗 思远是我的儿子 是我的骨肉 他现在病了 我这当妈的不在他身边 你现在离婚了 可我还是思远的妈妈对吧 好马不迟回头草 你这么回去算什么 别人会怎么看你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林燕 我告诉你 你要是这么回去的话 你有一天肯定会后悔的 林子 你是我弟弟 所以我再多说两句 你真想好了要跟他结婚吗 我发现你不太爱说话 嘴可是我们的武器 他可以吃饭骂人 还可以说悄悄话 当然还可以开怀大笑呢 武器不用可是会生效的 我来采访一下怎么样 大家好 我是草原电视台的主持人乌兰 现在我为大家采访一位 这位帅气十足的同学 思远同学 请问你来我们草原 有什么感想呢 漂亮 那你喜欢什么呢 羊肉大腿 朋友们 思远同学是一匹野狼 来吃我们的羊肉的 你是不是重彩漂亮 为什么那么开心呀 我有什么难过的呢 这里一切都这么美好 我要唱我要笑我要闹 只有自己快乐了 顺便的朋友才会更快乐 我第一次见你这款老师 我也成款式了 思远 你看到那座山了吗 我想知道它的高度 这个简单呀 你找一块石头 在山顶上找一个制高点 然后呀把石头抛下去 再用描表计算它下落的时间 它下落时间经过的距离呀 等于重力加速度 乘以下落时间的平方的一半 这样呀 你就能知道它的高度了 你简直太聪明了 你们不学物理吗 学啊 可是没有一个学生 能像你这样学以致用的 你很聪明吗 这没什么 可是量一个山 还要跑到山顶上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有啊 在有太阳的日子里 找一根肠肝 然后呀 测量它的长度 把它插在山的附近 然后测量山的影子 用简单的比例关系 也可以知道它的高度 思雨 你简直就是个天才 我不是天才 在学校我总考最后的 只要是一个地区 我报告 你会知道 自己的交流 我刚才知道 我像这个选择 你会知道 你会知道 你会想到 你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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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ж备 冷戴 回背 猪 我在绿色的海洋里 我想你 你喜欢这里吗 还行吧 那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吗 我来找绿色的海 海 那我们可以在这片海洋里游泳了呀 海洋里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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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天涯着雨满 屋遥遥如避霞 还 在雨满 海涛在人情一流天 准备好了吗 好了 准备 开始 好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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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四远的妈妈对吧 我想过了 你看 像现在四远这样的情况 如果跟着我 会不会好一些 你可以离开我的生活 儿子 绝对不能离开我 你事业心那么强 工作那么忙 你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都花在你的工作上 你根本不可能照顾好四远 再加上 加上你的性格 老师 我 我性格怎么了 我的性格怎么了 那照你这么说 是因为我的性格 造成了四远的病 我已经跟你说得非常清楚 四远是因为 失去了母爱和最好的朋友 她受不了这个刺激 你可以离家出走 你可以去寻找你自己的幸福 如果不是因为 你连招呼都不打 你就走了 抛下这个家 抛下儿子 四远会得病吗 全是因为你 怎么能这是我 我什么性格造成的 你看你看 只要这个家里有任何的状况 你永远会把责任 你能推到我身上 不是吗 看来这是我离家出走 没有给你带来任何反思 你的朋友说得真对啊 看来在咱们俩的生活里 你只有痛苦 好了 早点睡吧 把门关好 你不该偷听我和你妈妈的谈话 爸 你还爱我妈妈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那你能原谅她吗 我也不知道 妈有失前提的时候 人有犯错误的时候 其实 在你不原谅别人的同时 你也没有原谅你自己 我犯过错 可不管我犯多大的错 你跟爸妈总能原谅我 因为你们爱我 对吗 哎呀 二人子啊 一段感情的失败 打击的不仅是对一个人的爱 很大程度上伤害的 是自尊心 你妈妈打击的 是一个人赖以支持的自信 还有尊严 爸 你能不能别这么文意 阻挡一个幸福的家不是别人 就是你自己 我妈还是以前那样 她依然能让我们很温暖 难道我妈以前对我们的好 就完全被她所犯的错误全部抹杀了吗 我犯错你能原谅 你甚至可以为我去掏测死 我当时死得醒得了 可为什么我妈犯错你就不能原谅呢 如果你心里始终都过意不去 那我只能说 爸 你真不是个男人 你对自己本身的看重 远远大于你对一个幸福家庭本身的追求 儿子 婚姻哪 不像种地 你看着白菜不行 拔出来再种萝卜 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 这给马贝阿子啊 不能绑得太松 太松了以后这阿子晃不安静 但是也不能绑得太紧 太紧了以后呢 马会不舒服 那怎样才能知道马舒不舒服呢 你看 我拽这绳子 如果马没反应 那就是太松了 如果我一拽 他就一跳 那说明太紧了 他会很明显地告诉你 他很不爽 来吧儿子 现在他属于你了 上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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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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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